教你一个皮筋穿越术 我的手指被这根橡皮筋给套住了 在我捏紧手指的情况下 怎么把这根橡皮筋给取出来 仔细看 只要我轻轻拉动一下 橡皮筋就会瞬间逃脱 这根橡皮筋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我的手指也不可能有问题 好的 现在开始教学 先准备一根橡皮筋套在手上 然后拉长橡皮筋翻转过来 再用食指把橡皮筋给勾住 右手翻转回来 把大拇指套进去 把橡皮筋再往回拉一点 压住食指勾起来的橡皮筋 这个时候就锁定了一个活节 然后可以让观众捏住你的手指 再给它表演一个瞬间穿透 魔术就这么发生了 咱们可以再看一遍 如果这个活节没有压紧的情况下 只要松开食指 橡皮筋就会瞬间松掉 你也可以准备两根橡皮筋 给观众一根 然后让观众跟着你做 第一次真的把橡皮筋套死在手指上 捏紧手指 让橡皮筋瞬间逃脱 这个时候观众铁定以为 你的橡皮筋是从虎口这个位置 划出来的 那么第二次再给观众来一遍 按钢查的方法 很快速的准备好机关 再让观众捏住你的手指 这个时候你仍然可以 让橡皮筋逃脱出来 观众瞬间惊呆了